我不是明星 我是赵亦欧 欢迎收看全国首档青春励志 真人秀节目 我不是明星 跪在黑阳 饿了鲜吃虎 本节目是由南方黑之母 独家冠名播出 我赵亦欧 欧哥 和我们子文再次的掌声 欢迎现场和电视机前 所有朋友光临 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 我们经过了将近三个月的比拼 到今天最终要花落谁家 最后会谁落谁出了 而且今天的比赛非常的激烈 非常的激烈 咱们有请第一位选手 闪亮登场 有请 天呐 马特不来 怎么又来的新男人 大家好 我不是明星 我叫汤米 我今年17岁 是高三学生 请介绍一下你的明星父亲 从前有一个人跟我说了一段话 说不会开战斗机的导演 不是好主持人 那我的父亲呢 这三个都是 我的父亲 好奇葩 我也觉得很奇葩 对 你看都是黑子老爸 你的明星父亲的圈中好友都是谁 那多了 每个上这个节目的嘉宾都应该会是我爸的好友吧 哇 太厉害了吧 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的梦想是在这个舞台上给爸表演舞蹈 他以前从来没有看过 现在你能正式介绍你的明星父亲吗 我的明星父亲是赵一鸥 赵一鸥 赵一鸥 我对孩子都这么大天 怪不得我看怎么那么眼熟呢 他一上场我就 我说他怎么来了 把他回头我这事只能交给你了 回家我再找你算账 这是 对 这是我的儿子 Tommy 那今天他来到这儿 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没问 你要表现什么样的节目 我要带给大家一段机械舞 掌声给他一点鼓励吧 他来找你 吃小雙 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确定平时是去一个正规的学校上学吗 是你付的学费 我有点后悔付这点钱 因为平常我在电视上看到我不是明星 你都是问其他参赛者 他们爸爸妈妈会怎么想 那你现在会怎么想呢 我经过很认真的思考 我得告诉你 你跳得比我好 在这里还是要说 真的特别特别地感谢栏目组给我这个惊喜 可是栏目组今天给你准备 不止一个惊喜你知道吗 那我知道平常要惊喜你非常地难 但是我今天写了封信 我不知道能不能惊喜到你 但是这是我从来没跟你说过的话 那几张手蜜在抖 爸 我觉得你在舞台上和生活中 其实没有本质的差别 观众在我不是明星节目上 看到那个自信霸气 可又带有一点可爱气质的你 在家里其实也差不多 不过也有观众在节目上看不到的那一面 恰计也是对我来说 我爸最好的那一面 你拥有露出太多牙齿的笑容 你睡觉前不爱洗澡 甚至早上光着膀子在阳台上看风景 台上台下微小的变化 才是我心中真的负心 小时候孩子都会觉得 爸爸无所不能 那我现在长大了 我还是觉得你无所不能 我要哭了 我也要哭了 我刚才那一瞬间我觉得长大了 这种长大是谁也改变不了 这是我儿子 希望大家能够吃 是 节目组还给你准备了另外一个惊喜 对对对 那我们现在看那个VCR 大家好 我是梁文心 我是龙董 我是希望 我是祝亚 我叫张国瑜 我是杜晶晶 我是杜晶晶 我是杨晓 我是小雅 我是杨思乐 我是傅豪 我是孟祥 我是孟祥 我是马仕宁 我是水医师 欧哥是一个很有气场的主持人 帅 很帅 非常帅 稳重 成熟 而且会照顾人 有时候有点调皮 机智幽默的 戴文化加喜 他内心其实是个暖男 我看到他我觉得他好像卡通人物大白 他在我心里更像一个老师 一个前辈 欧哥的主持风格 中英文混搭 Anyway 欧哥对我而言可能就像是一些定心丸一样的存在 尽量让我们把自己最美最可爱的音乐表现出来 正因为有他我才会一直一直在提高 欧哥谢谢你在舞台上对我们所有小伙伴们的陪伴 特别感谢你 十分感谢可爱的欧哥 谢谢欧哥 谢谢欧哥 谢谢 欧哥加油 欧哥加油 我想告诉初初 我对得起他爸爸 小的时候他不理解妈妈 总是恨妈妈 觉得妈妈欠他们的 现在他能理解我 我心里特别特别的感动 我愿意用我现在所有的财富 我享受到好的生活条件 换取我的父母 我在家里吃一顿饭 得到我的爱我很少 但是他没有忘记这个爸爸 以前小的时候我很疼他 人家说啊 高凌峰 你这不叫爱他 爱之足以害之 你这样疼他 以后这个小孩子 没出息 但是就凭他这一点 他看到我身体不好 他不出国了 他要陪我 在我这个生命有限的时间 我没有白疼他呀 你在爸爸的手下面转 就把你不快乐的东西 全部转走 我想用我的这个人生经历 来影响我的女儿 让他享受生活 享受人生 牵手一辈子 也许牵了手的手 全身不一定逃走 也许有了半段路 今生还要更惶怒 所以牵了手的手 来生还要一起走 所以有了半段路 没有岁月可回头 所以有了半段路 没有岁月可回头 对 我真的谢谢 谢谢所有的这些小伙伴 我想你们 我谢谢老木祖 还有就是我们的观众 你们是我们的朋友 是我们的鉴定者 你们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我也得谢谢我儿子 你给我带来诺德惊喜 我没想到 好 好 好 子温 要不你还是把这个选手带下去吧 因为他在这儿 我实在没办法主持节目 好 好吧去吧小的 好 别在这儿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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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零星迎来第七季总决赛 吴嘉妮 李根 曾国祥 高丽文 将共同争夺冠军宝座 今晚的决赛 采用车轮战 选手逐一登台 及时投票 依次比较票数 低者淘汰 高者留下 并接受下位挑战 最终留在舞台者 鸡尾宗 有请今天比赛的这位选手出场 我不是明星 我是吴嘉妮 我的明星家人 是我的丈夫 马景涛 我不是明星 我又是明星 我是马景涛 我是吴嘉妮的 最爱最爱的老公 掌声欢迎吴嘉妮 欢迎小马哥 欢迎他们 谢谢 谢谢大家 那今天 嘉妮除了马哥来陪你之外 还有什么样的助阵的亲友团 还有两个很可爱的 我的两个儿子 天天和星星 天天星星都来了吗 是的 来我们掌声有请 我们的两位 小淘气小宝贝上场 来 这男孩有个爹的样子 大家看一看 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不是明星 大家好 我是马仕天 马仕天天天 这老大 来 到了星 我就是明星 我是马仕星 我就是明星 马哥把你的 把你的面具 摘了 马上就小乖 好乖的小猫 今天小马哥带来我心爱的妻子 我心爱的两个儿子 我要给你们正能量的一个咆哮 你们可不可以学马叫 来一起好不好 我最后他们叫完之后 我再来一个 OK 好了 现在我们接下来把舞台留给妈妈好不好 好 好 掌声再次送给他们 谢谢 请大家给予姜妮最大的支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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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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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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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谢谢 新的 新郑 新郎 新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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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娘 出场 好可爱 我的天哪 上死了 漂亮 漂亮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新娘 你愿意嫁给这个男人吗 我愿意 我愿意 新郎 你愿意娶身边这个女人吗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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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郎 我愿意 也许 也许不是我和嘉妮心中 我们大西洋圣马丁群岛的那场浪漫婚礼 大西洋圣马丁群岛是我们当年定下的一个婚约 她的沙滩 她的沙滩是贝壳风化而成的 白细的沙 美的让你会飘起来的 我一直欠嘉妮这么一场浪漫的婚礼 我觉得 在这一刻 这枚戒指 是你们赐给我最大的福气 赐给我们最大最大的祝福 我把所有 最美好的一切 在这一刻 当着你们所有人的面前 我们一起献给嘉妮好不好 好 给西娘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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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们 你们知不知道这个戒指 对我有多重要吗 马俊天 天天心来 我们来一起帮妈妈戴戒指 过来 帮妈妈戴戒指 过来 拿好啊 谢谢 好吧 好感动 真的好感动 今天虽然没有沙滩 虽然没有大海 但是今天大家都坐在这里 见证了我们这一重要的一刻 我觉得现在是我最幸福的时候 谢谢你 我相信加妮的生命 也是因为有身边这个男人 变得更加精彩 变得更加完满 在上一次她带着孩子 给妻子助阵的时候 很不经意的夫妻俩 随口哼了一段歌曲 给我们所有的观众印象太深了 这首歌曲就是现在想起的音乐 叫做亲密爱人 新郎新娘的着装 给我们唱一个亲密爱人 大家说好不好 好 音乐老师 请开始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也不是无影踪 只是想你太浓 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 爱的路上有你 我并不寂寞 你对我那么的好 这次真的不同 也许我应该好好把你拥有 就像你一直为我守候 亲爱的人 亲密的爱人 谢谢你这么长的时间 马哥 马景涛也谢谢我们两个可爱的孩子 OK 好吧 其实每一次马哥把我抱起来的时候 我都很惭愧 因为我的体重的问题 但是在这感受他们这一家的这种温馨 感受了这夫妻之间的这种情感 再次把掌声送给这幸福的一家四口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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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我们请两位换上身锅装 去到我们的冠军席就座 掌声再次送给一家四口 谢谢你们 好 来 我们请两位换上身锅装 来 接下来有请 总决赛的下一个选手 闪亮登场 大家好 我不是明星 我是里根 在我旁边是我的父亲 国家羽毛球队总教练李永波 欢迎离职 其实我不是明星 我是我这个好儿子的父亲 我是李永波 谢谢你们 请问 你的老爸就是你今天请到的家人 住阵了吗 还有亲朋好友的祝福吗 有 有很多亲朋好友 其实很多朋友呢 本来呢都想到现场来 但是因为这个浙江卫视的节目呢 名额有限 只给了几个人的机会 所以说他们可能会发来他们的祝福 好吧 来 其实老爸是带来了 好多好多的朋友 亲朋好好的祝福 我们一起来看看 VCR朋友们呢都说了些什么 来看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何炯 在这要祝贺我的好朋友李哥 进入到我不是明星的总决赛 那么一直就知道李哥呢 特别爱唱歌也会唱歌 我们常常去KTV的时候呢 听到他的歌声也觉得 他应该有属于自己的舞台 那这一次呢 他进入到这个总决赛呢 希望能够有很好的表现和成绩 李哥加油 祝贺李哥进入我不是明星的决赛现场 显然呢他快成为明星了 我们都知道呢 他的爸爸李永波歌唱得特别好 当然了拿了更多的这种金牌 我觉得他爸唱歌 遇到的最强的对手 还不是歌星 就是李根 因为他多才多艺 李根呢曾经当过运动员 运动员身上自然会有股特别棒的劲 我觉得我不是明星 就是他的另外的一个赛场 相信他在这个赛场上 会取得非常棒的成绩 加油 好了 李根今天是总决赛了 希望呢今天的总决赛 你会表现得非常的放松 同时呢也能够拿出 我们运动员的那种气场 能够在比赛场中 能够尽肯地发挥自己 相信你能做到 你以为这么就结束了吗 没有 今天还专门给你带来一个 更大的惊喜 请你回头看 欢迎超级丹 这是最大的惊喜了有没有 李指是故意安排的吗 其实他们都是队友 最主要林丹也是我儿子的偶像 也是我应该最引以骄傲的优秀德队员 他是所有羽毛就运动员的 我想 我得有一个问题 他太太告诉我 谢新芳告诉我 他们俩 谈恋爱 就是在 李永波知道眼皮子底下 悄悄地进行 您是什么时候知道 他们俩有这事 记不得是什么时候 其实 等我知道林丹和新芳相爱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已经过了20岁了 与毛球队的队员谈恋爱呢 他们有一个很好的方法 怎么讲 就是说训练结束了 其他的队员呢 都在休息或者玩别的东西的时候 他们选择去场馆呢 练球 练球 这个方式呢 我原来我不知道 我后来慢慢带队伍时间长了 我就发觉 等我知道他们是在用这样的方式 谈恋爱的时候 你又不能管 人家是一打球练球 人家在加训练去了 你能不让吗 切磋 结果人家在训练场地 一边练一边弹 你就什么都不知道 对 思议回到队里 教练一问 说你们干嘛去了刚才 我们刚才训练去了 对 你怎么那么有经验呢 那我见得多 真是 李梓郑说的 打球 你明天有空吗 几点啊 老实监伴 你就没辙是吧 对 他们不是这样子很远 他们都站在往前对戳 很近 你站在远一点 看的话 你根本就不知道他俩在说什么 但是那个时候你是 你是一名国家队的队员 对啊 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 进入到国家队 所以当时还是会觉得 虽然每天想见面 想多说话 但是训练一定是第一位的 羽毛球队的男队员女队员都很优秀 所以肥水不留外人 就这句话 我刚刚想说 就像刚才你说的 说谢金方恶也好 林丹也好 他把它转化成动力 没错 因为我当时他谈恋爱的时候就是这样 对 我跟我太太认识的时候 比如说很简单 运动队里大家会彼此会互相鼓励 是 他们谈恋爱不会说是说 你要你别训练了 出来陪我 他不是 他更多的是大家相互鼓励说 我们俩一起去拿世界冠军 这个事得问这个 问离职的太太 问嫂子求证一下 我听导演说也来了 妈妈来了是吧 妈妈在哪 对 我女朋友在那 在我女朋友 你女朋友 好好好 掌声送给她 送给她 谢谢 你好 我妈妈也是运动员 我妈妈是国家艺术体操队 就是彩带啊 球啊 但是我在想 羽毛球跟艺术体操 他能够一起训练并谈恋爱吗 这个挺难的 也能啊 也能 他打羽毛球就可以了嘛 好好 聊了很多了 聊了很多了 最后你要告诉大家 你的才艺还是唱歌 对 我今天还是 跟老爸一起唱 我还是自己唱 但是我是 其实是送给我爸爸的一个礼物 或者是一些 我想对爸爸说的话 你唱的歌名叫 父亲 因为里面有很多很多 是我曾经一直想说 但是从来都说不出口的话 好 真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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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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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